來,現在大家都確定你的設備都可以正常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你不要像這樣直接就播的 我們可以來這邊 你先看看我們的音樂的部分怎麼加進來 剛剛呢,我們是用直接用裡面已經存好的對不對 你也可以怎麼樣用這裡的 那這個部分呢,你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是單一個 一個 假設你要連著也可以 比如說你要Do,Re,Mi對不對 那你可以像這樣丟三個 有沒有這樣結在一起 這樣也可以喔 那剛剛有同學在問我說,啊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我們的Do,Re,Mi,Fa,So,La,C 這樣了解 那後面這個呢 後面這個音高 就音高 因為我們在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鋼琴的鍵盤 不是有黑白對不對 但是它有不同的八度八度嘛 所以這個E表示比較低 但是其實因為我們的風鳴器 它本身音高就比較高 所以你用那麼低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根本就連聽到聲音都沒有 不然就非常小聲 所以你可以先從五啊六啊 這個比較高音的部分 比較高音的部分先來 比如說我現在用比較高 那節奏呢? 節奏的部分這個就是幾分音符啦 所以你可以 你如果E的話 我們可以先試看看 你看這裡 Do,Re,Mi 好我就一樣把它設同一個音高的 有沒有這樣有聽到了嗎 這樣OK齁 欸那 如果你覺得 你要比較長一點怎麼辦 這樣子就比較浪費空間了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改用另外一個方式 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是不是還有這一種的 就是你音符給它 然後下面就給它節奏就好了 給它節奏就好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一種 你看喔 把它丟進來 可是 欸 用這樣打 好像還是有點慢 所以有沒有再更快一點的 有 對 對 對 複製貼上也是一個 可是你可以用彈的啊 你看 對對對 在這裡 你在這個上面 積木上面 按右鍵說明 它就會有一個虛擬的什麼 鋼琴跑出來喔 直接用點的 對 對對對 來你看我按右鍵喔 有沒有一個說明 在這邊有一個說明 好 那你看 一樣 你如果想要 你在彈的時候 就直接 讓你的風鳴器就聽到聲音的話 你就把你的ID貼進來 齁 就把你的ID直接貼進來 你看我把它貼進來 好 告訴它你的腳位是哪一個 你就按設定 它就開始連線囉 欸 連好了有沒有發現 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有沒有鋼琴鍵盤就OK了 這樣你再看有沒有比較清楚 你就比較知道 哦 C1 1是指哪邊 你看它是靠近什麼 比較低的 所以這邊 大概 你可能應該要到5以上 比較聽得到 5以上比較聽得到 這樣你會不會來下面這邊按了 你看如果你要沒有聲音 因為中間有些時候我們比如說唱完你要停頓一下 可以按哪裡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個空白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中間要加一個 請問大家都只會小蜜蜂嗎 蛤 只有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嗡而已啊 還有哪一首你會的 等一下啦 狗狗伯伯 等一下 真的嗎 沒有什麼 就是那個 好啦那我們來別的阿 你還有哪一首 你可以找找看有沒有哪一首你想 蹤蹤蹤蹤蹤 hy佳 wijön 你記得如果你真正你剛剛這樣測試完了 你想真正要開始用的時候 左邊這裡有沒有開始記錄 有吼 所以你按下這個他就真的幫你把你按的那個按鍵 會把你記錄在上面 記錄在上面那你的tempo呢預設都是什麼 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 那如果你有需要 不一樣的你再自己調整一下就好了 這樣OK 那我就先讓各位稍微玩看看囉 等於說我們先從 你會 指定你想要播放的聲音開始 待會呢我們再把那個互動的部分把它加進來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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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